各位同学,大家好。上一节课我们简单的入门的UIBP移动端框架,这节课咱们就开始动手编写登录模块。 有的同学也许觉得我们应该先从后端项目开始写代码,但是这里我偏偏要先从前端开始写程序。 这是因为前端小程序页面的登录和注册用到的各种参数是怎么生成的,你只有看过小程序页面才会知道。 如果我们先从后端项目做起,都不知道小程序页面会提交什么参数,那么后端的代码我们也没有办法写啊。 所以这节课咱们就先来设计前端的小程序登录页面吧。 各位同学,我现在打开了思维导图,那么借着这个思维导图我就来给大家讲解一下这节课的主要任务。 那么这节课的任务非常的简单,但是任务量还是挺多的, 就是设计一个静态的登录页面出来。 那么首先呢,咱们是要去创建一个VOE文件,那么这个文件叫做logan.voe,就是登录页面。 那么这个登录页面的CSS样式呢,我们是单独定义到一个文件里边。 虽然说呢,在VOE文件里边有style标签,在style标签里边我们可以去声明CSS样式。 这样呢,会让咱们这个VOE文件的体积非常的大,因为我们设计一个静态页面,还是需要写很多CSS样式的。 不如呢,我们把CSS样式单独写到一个Less文件里边,然后呢,让这个VOE去演用这个Less文件就行了。 那么在这儿呢,我来说一下这个Less,这个Less呢,它比CSS要好很多。 比如说在CSS里边,我们没有办法去声明变量,然后也没有办法从一个样式里边引用其他的样式。 然后再有呢,就是CSS也不支持加减乘除这样的运算。 那么在Less里边呢,这些功能啊,全都是支持的。 在这儿呢,我就用Less替代掉CSS。 Less,各位同学,我现在打开了手册,咱们这一集的视频啊,对应的是手册里边的第三章第四小节。 咱们要创建的登录页面长什么样子呢? 各位同学请看,在这儿啊,我做了一个截图。 在这个登录页面里边呢,咱们首先是要放一个logo图片的。 这个logo图片呢,一会儿我说怎么去放入到咱们工程啊。 那么在图片的下方呢,是放上了文字,比如说叫做EMOS企业在线办公系统。 具体的版本号呢,是有一个言语的。 我是希望咱们这套系统呢,可以用到2050年。 所以在这儿啊,就是做了一个比喻。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放上一个登录系统的按钮。 这个按钮呢,肯定是用CSS修的。 要不然呢,咱们默认的这个小程序按钮啊,长得非常难看。 那我必须拿CSS给修饰一下。 再往下呢,就是一段文字。 在它的右侧呢,是一个链接的文字,叫做立即注册。 好了,同学们,这个登录页面的内容啊,并不复杂。 那么接下来我说一下怎么去创建这个文件,包括怎么去创建LICE。 然后让咱们这个VoE页面去引用LICE文件。 各位同学,咱们看一下吧。 首先说一下这个素材文件的拷贝的问题。 那么你可以到本课程的Git项目里面啊,去找到咱们这个小程序的项目。 然后把这个小程序项目里边的这个StyleDict文件夹的内容啊, 拷贝到咱们当前的这个小程序的StyleDict文件夹里边。 那么这样呢,就算是导入了咱们开发小程序用到的各种精态资源。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去创建登录页面了。 在这儿呢,咱们需要创建一个logan.voe文件。 那么因为是登录页面吧,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页面的注册顺序呢, 调整为是第一位。 接下来呢,咱们是要创建一个LICE文件。 然后呢,让这个voe文件引用这个LICE文件。 怎么引用呢,大家看一下。 在这个Style标签里边,我们加上一个Lan规值属性。 它的这个值呢,叫做LICE。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写上一个TrainImport,后面呢,跟上UR。 这个UR参数呢,写的就是这个LICE文件的路径了。 别忘了,各位同学,结尾一定要加这个分号。 你要不加分号的话,咱们页面编译会报错了。 有很多同学结尾都不加分号,这个绝对不行啊。 那这样子呢,我们就是在这个voe页面里边成功的引入了这个LICE。 LICE文件。 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去创建一个公共的LICE文件。 比如说叫做Style.LICE文件。 在这个LICE文件里边呢,我就可以定一些公共的样式。 然后呢,我们哪一个LICE文件想要用的这些样式, 直接去引用变量就行了。 在LICE文件里面,声明变量都是圈也开头了。 比如说在这儿定一个变量叫做FundColor。 那么颜色呢,是333。 再往下呢,比如说DSColor,它的这个颜色是999。 等等等等吧。 好了,同学们,下面呢,咱们把这些文件给创建一下。 各位同学,我现在打开了HBuilderX工具。 那么咱们首先呢,去看一下我这个工程里边的Style.LICE文件夹。 我预先呢,我预先呢,往这个文件夹里边已经放入了一些素材文件。 各位同学,你可以到本课程的GET项目里边,找到Style.LICE文件夹。 然后把文件夹里边的各种素材图片呢,拷贝过来。 好了,同学们,那你把这个事先做一下。 接下来呢,咱们去创建登录页面。 在这个Pages文件夹上点击右键,选择新建页面。 那么这个页面的名字呢,大家都知道了,叫做Login,对吧? 好了,回车。 那么现在大家看到了,这个VoE页面呢,已经创建出来了。 接下来呢,我们去创建跟它对应的那个LICE文件。 在这个Login文件夹上点击右键,我们选择新建。 然后里边第九个选项,叫做自定义文件。 给咱们要定义的这个LICE文件起一个名字吧, 比如说叫做Login.LICE,好了,回车。 那么LICE文件创建出来以后, 接下来让咱们这个VoE页面啊,需要引用一下这个LICE文件。 那么咱们找到Style这个标签, 然后加上Lan规值这个属性,它的值呢,叫做LICE。 然后这里边呢,是要引用LICE文件,写上是ChairImport。 接下来呢,是URL。 这个里边的这个参数呢,就是咱们要引用的那个Login.LICE文件。 把这个文件的名字写一下,结尾一定要加分号啊, 不加这个是绝对不行的。 保存一下文件。 那么现在我们引用了LICE文件以后, 如果在这个LICE文件里边,我们需要引用公共样式怎么办呢? 于是呢,我们需要去定一个公共的样式文件, 叫做Style.LICE。 这个Style.LICE呢,不属于任何页面。 所以呢,我是在这个工程上点击右键,选择新建。 然后咱们找到第九个选项。 那么这个公共的样式文件呢,叫做Style.LICE。 好了,回车。 我在这个公共样式文件里边呢,去声明一些变量,来保存一下公共的样式。 比如说在这儿声明了四个变量,去保存了四个样式。 各位同学,你把这四个变量呢,给声明一下。 好,把文件呢,保存一下。 接下来呢,就是需要在咱们定义的这个logan.LICE文件里边, 引用这个公共的LICE文件。 那么引用的写法呢,非常的简单。 还是全import,然后呢,写上URL。 这里边的这个地址呢,写起来啊,各位同学需要注意一下。 因为我现在这个LICE文件,想要引用公共的这个LICE文件, 必须要出了logan文件夹,然后呢,还要出了pages文件夹。 接下来呢,就可以看到这个Style.LICE文件了。 所以这个相对路径写起来呢,就是点点斜线, 再来一个点点斜线,接下来呢,是Style.LICE。 好了,Ctrl-S保存一下。 那这样子呢,咱们就把这个登录页面,现在是创建的工作给完成了。 至于说登录页面里边写什么, 各位同学,一会儿我们去写代码。 我现在呢,切回到logan.voe页面了。 那么咱们把这个视图层的标签啊,先给声明一下。 比如说咱们先声明一部分吧。 首先呢,我是把这个logo图片给引入进来。 在这儿写的标签啊,叫做image。 然后里边的属性呢,叫做src。 那接下来呢,我们去选择一下要引入的这个图片。 我们这个图片呢,叫做logo1.png。 好了,大家看一下,就是logo1.png图片引入进来了。 那么接下来呢,这个图片的样式,我规定一下。 它的这个class啊,叫做logo。 那么这个图片引入进来以后,我们一会儿再设置它的宽度和高度的时候, 我希望呢,这个比例跟原来的这个图片宽和高的比例呢,是相同的。 尺寸咱们可以任意缩放,但是宽度和高度的比例不能是真。 那接下来我就是给它加一个属性,这块呢,叫做mode。 它的这个值呢,叫做y次fix,就代表说呢,这个宽度和高度是乘比例的一个缩放。 如果你不加这个属性的话,一会儿你看,给这个图片设置高度和宽度的时候, 它的这个比例啊,就会出现一些错乱。 所以各位同学,在这儿一定是要加上这个属性。 那么图片引入进来以后啊,再往下就是放一个这个logo的文字。 在这儿呢,我是引入一个will标签,它的这个样式我规定一下。 比如说这个样式啊,叫做logo title。 咱们把这个样式呢,给写一下。 里边的文字我也写一下。 这个文字写完之后啊,接下来咱们去定一个副标题,它也是will标签。 那么咱们要引入的样式呢,叫做logo横线,叫做subtitle。 OK,我把这块的这个样式呢,写一下。 我们按tab键子,大家看一下,这个标签就出来了。 然后里边的文字呢,写下版本号,比如说是version2050.2。 当然这个是随便编的啊。 咱们就先写这三个标签吧。 那么这三个标签用的css样式,咱们规定一下。 因为咱们下面呢,已经是引用了lice文件。 那么我们就切换到login.lice文件上面,我们把css给定一下。 首先呢,咱们把刚才的那个logo的图片的样式给规定一下。 那个图片的样式呢,也用的是.logo这个样式。 那么咱们规定一下这个图片的尺寸。 比如说这个图片的宽度为页面宽度的70%, 然后再往下呢,就是让这个图片呢,是居中显示的。 我说的是水平居中。 那么我们让一个空件水平居中啊,在css里边有一个窍门的写法。 那这个窍门写法就是给这个空件左侧和右侧的外天充都设置为相等的话, 那这个空件不就水平居中了吗? 所以在这儿呢,我是给它设置一下mla-ntape键,就是左外天充为auto, 那么右外天充也为auto-ntape键。 那么现在呢,你加上左右外天充都为auto之后啊, 还有一个前提,这个空件必须是block模型才行。 你这个图片可不是block模型, 所以说你给它加左右外天充它也居中不了。 接下来呢,我要给它改一下模型,给它改成是block模型,这个才可以。 然后这个图片呢,不能顶在咱们这个页面的这个最上方啊, 所以我给它加一个上位天充,比如说mla-ntape为30%, 好了,这个呢,是写了一下logo图片的css样式, 还有它的那个主标题,这个主标题的样式呢, 它的名字叫做logan-title,大家看一下都有提示的,非常方便。 那接下来我们规定一下这个fount size, 这个标题文字的这个大小呢,是48rpx。 然后接下来呢,这个文字呢,是加粗的, 那就是fount weight等于bo的。 再往下呢,就是文字居中的,是tax-ligan等于center。 再往下呢,就是这个标题文字跟上方的那个logo图片的一个间距, 在这呢,我就是写上mgantop为8%吧。 那再往下呢,就是咱们这个文字什么颜色, 这个文字的颜色呢,在这个style.nice文件里边定义了全局变量, 叫做fount color,好了,那把它复制一下。 我去引用一下这个变量,这块呢,是color, 然后呢,把这个变量的名字拿过来就行了。 这样子呢,我们就把这个主标题给定义出样式了。 接下来副标题呢,我们还要去声明一下样式, 在这呢,是logo subtitle, 那么这个副标题字体大小呢,是34rpx, 然后再往下呢,文字也是要居中的,tax-ligan等于center。 然后再往呢,就是这个文字它的这个颜色, 肯定也是要引入这个变量了。 这个副标题呢,跟顶部的那个主标题的间距, 咱们设置一下,这块呢,是20rpx。 这个间距呢,咱们设置完了。 那么咱们来把这个LICE文件保存一下, 其他的文件你也保存一下。 在运行这个登录页面之前啊, 各位同学,我们必须是要把这个登录页面的注册顺序设置为第一位。 所以各位同学呢,咱们找到pages.json这个文件, 然后我们找到这个logan页面的注册的位置, 把它呢,剪切一下。 这个逗号呢,咱们就删掉就行了。 然后在上面这个第一位的这个位置呢, 把代码呢,粘贴过来。 结尾呢,加上一个英文的逗号, 然后保存一下。 好了同学们, 咱们把这个小程序项目给运行一下, 看一下效果。 各位同学,咱们来看一下小程序模拟器上面显示, 在这儿呢,咱们这个登录页面已经显示出来了。 那么logo图片的位置啊,没有问题。 包括呢,这个logo文字显示的内容也没有问题。 包括下面的副标题显示的也都正确。 好了同学们, 这是我们给这个页面加了CSS样式。 这些空件的位置啊, 包括这个显示的效果才是正确的。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给这个页面下方呢, 再添加上一个按钮。 再往下呢, 这个页面的底部还有这个链接的文字, 咱们也要做一下。 我现在呢, 切回到了登录页面。 接下来咱们在这个页面里边放入一个按钮标签吧。 这个按钮标签的样式能写一下。 这个样式的名字呢, 比如说就叫做loganbtn。 接下来呢, 我需要给这个按钮加上一个至关重要的属性。 这个属性叫做opentype, 它的这个属性值呢, 叫做getuserinfo。 那么至于说这个属性和它属性值的用途啊, 后续我会给大家详细的讲解。 在这一集的视频里边, 我就不展开的去说明了。 这个跟获得这个用户的微信账户信息是有关系的。 在这儿, 各位同学一定是要加上这个属性。 那么我看有些同学写代码的时候说, 哎, 老师, 这个你看我写的这个gs代码去获得微信账户信息的时候怎么得不到呢? 然后的话, 我给他看这个代码的时候我就发现了, 哎, 你这个登录按钮怎么不像opentype这个属性呢? 所以各位同学啊, 这个地方你不像opentype属性, 那么将来你的gs代码会出现问题的。 在这儿我是再三强调这个问题。 接下来呢, 这个按钮啊, 可以被点击, 我们给他加一个点击事件。 点击事件处罚的那个函数是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函数叫做logan, 这个logan函数呢, 在这节课咱们就不声明了, 那么后续呢, 咱们去做这个登录功能的时候, 那么咱们再去写这个logan函数。 那这个button标签里的内容呢, 咱们写一下。 这个按钮的文字呢, 非常的简单, 就是登录系统。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在这个页面的底端呢, 是要放上超链接文字的。 超链接文字的左侧呢, 还有一个普通的文字。 干脆呢, 我就是声明一个well标签吧。 这个well标签引用的样式呢, 比如说叫做register container, 你定义成别的名字, 也是没有问题的。 好了, 这里边的文字呢, 我写一下。 普通的文字写完之后啊, 接下来咱们就是定一个链接。 其实呢, 这个链接就是一个普通的文字, 然后呢, 咱们给它加上这个css样式, 让它呢, 这个文字的颜色变成蓝色, 看起来像一个链接一样。 在这儿我去声明一个tax标签, 它的这个样式呢, 比如说就叫做register吧, 在这儿我把这个样式给粘贴过来, 然后咱们按下tape键子, 大家看一下, 这个标签就生成出来了。 给它呢, 加一个点击式键, 咱们看一下tape, 然后呢, 它对应的那个函数, 比如说叫做to register, 就是跳转到注册的页面, 我把这个r大写一下, 加上一个小括号。 这个tax标签里边的文字, 我写一下。 写完之后呢, 咱们现在呢, 就应该是写对应的css了。 这里边的按钮啊, 还有这些文字的标签, 我们已经写完了。 接下来我们是切换到这个lice文件里边, 我们不把这个样式呢, 写到style标签里边,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引了lice文件了嘛, 所以这个样式咱们是写到lice文件里边就行了。 接下来我们去声明这个按钮的这个样式, 这个按钮的样式名字啊, 叫做loginbtn, 我把这个样式呢, 给声明一下。 这个按钮的宽度呢, 是页面的60%, 然后再有呢, 就是这个按钮啊, 加了绝对定位, 让它呢, 是距离底部的这个位置是20%, 那咱们加绝对定位的话是position, 然后是absolut, 底部的这个定位的话, 咱们写上是bottom, 然后它的这个位置呢, 是20%,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距离左侧, 距离左侧的话, 这个位置呢, left, 它也是20%, 因为你这个按钮的宽度60%嘛, 所以还剩40%的空白的这个空间, 那我这个左侧定位呢, 就应该是20%了, 那么再往下呢, 就是给这个按钮设置一下背景色, background color, 这个背景色, 我们可以到公共的样式里边去找, 在这儿有这个公共的背景色, 好了, 我把这个变量的复制, 然后呢, 是粘贴到这个位置上来就行了, 那么引用了变量以后呢, 接下来咱们设置一下文字的颜色, 这个文字的颜色呢, 是白色的, 接下来呢, 我再给这个按钮加一个额外的样式, 叫做box sizing, 它的这个值呢, 叫做border box, 那么设置这个样式的好处, 就是说将来如果说你要想给这个按钮加上这个内天充啊, 或者说给这个按钮加上边块线的时候, 这个按钮的尺寸呢, 是不会变化的, 好了, 各位同学, 那么接下来咱们去定一个尾类, 就是这个按钮被点击的时候, 那么我是要让这个按钮呢, 出现一个变色的一个项果, 就是比当前这个背景色是要深一些的, 这样的话, 我可以通过背景色来判断出这个按钮有没有被点击, 那么这个尾类呢, 有标准的写法, 也有这个简写的写法, 比如说这个标准的写法, 大家看一下, 这块是actu, 对吧, 这么去定义尾类, 当然了, 我们也有这个简写的写法, 在lice里边, 我们可以是用这个语符号, 代表当前这个空架, 然后加上冒号actu, 就是给当前这个空架加上一个尾类, 你这么写和这么写的这个写法是完全一样的, 那就看个人吧, 在这儿我就给大家说一下这种简写的这个写法, 加这个actu的话, 我们设置一下背景色, BGC, 那么这个背景色, 我们来看一下在公共的这个样式里边有变量, 对, 在这儿我把这个变量拿过来, 这个背景色呢, 就会比原来这个按钮的背景色深一些, 这是处罚伪类的时候呢, 咱们做一下变色,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register container那个wheel标叉的样式, 你给这个wheel标叉的这个样式规定的内容啊, 就是普通文字的这个效果, 然后咱们来看一下这个wheel标叉的所在的位置吧, 那我还是加这个绝对定位, 它肯定是比这个按钮是要靠下的, 底部的这个位置咱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为50rpx, 就是非常接近于页面的底部了, 那么这个wheel标叉它的宽度是多少呢, 比如说这个wise是100%吧, 有同学说为什么要加这个wise为100%, 你这个wheel标叉不是block模型吗, block模型它的宽度不是天生为100%吗, 在这儿啊, 各位同学你想错了, 因为咱们加上了这个绝对定位以后, 那么这个wheel标叉它的宽度就是内容的宽度, 不是跟这个页面的宽度相同啊, 在这儿呢, 我是给它强制设定为跟页面一边宽, 然后这里边的文字是要居中对齐的, 就是TaxLigan等于Center, 那么再往下就是文字的大小, 肯定是要小一些了, 我就规定是30rpx, 然后再往下就是文字的颜色, 那我就是引变量就行了, 在这儿有这个普通的这个变量, 叫做Fundercutle, 把它呢复制, 然后粘贴过来,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定义的是链接文字的这个样式, 大家看一下这个链接文字在哪呢, 在这儿呢, 它的这个样式叫Registered, 我把这个样式呢给声明一下, 其实呢就是规定一下颜色有变化就行了, 这块呢, 文字的颜色是什么呢, 就是跟这个背景色蓝呢是相同的一个蓝色, 好, 把这个变量引用过来, 那么咱们就可以保存这个LICE文件了, 包括那个VOE的文件你也保存一下, 各位同学你去运行一下这个小程序项目吧,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各位同学我现在啊, 切换到小程序开发者工具上了, 咱们来看一下左侧的模拟器, 在这个上面的这些图片和文字的下方呢, 是放了一个按钮, 你看我点击这个按钮,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有变色, 因为我们加了尾类, 你看我现在把它撒开, 你看我现在撒开以后的话, 这个颜色是变浅了, 对吧, 再往下的话就是这个普通文字, 还有就是这个链接文字, 那么样式也都对, 跟底部的话是非常接近的, 是不是各位同学, 那么看来呢, 咱们很轻松的就把这个登录页面给设计出来了, 各位同学你去看一下自己的这个登录页面显示的效果吧, 好了同学们, 这节课的内容我就先讲这么多, 感谢各位同学的收看, 咱们就下节课再见吧。